哇 大家都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而且很多人说第一次看到 不要说他们是第一次 这史上第一次是降落在总统府前 成军48年以来 第一次神龙小组降落在凯达格兰大道总统府前 真的要为他们的表现鼓鼓掌 那我们知道其实这次有12位成员跳伞 为大家展现他们神乎奇迹的功力 那么其中只有5人是降落在总统府前 另外一人刚刚画面中你也看到了 比较稍稍远一点点在宝庆路这边 可是他跑过来还是来得及 那么其他的几位有三位在公路局西站这边 那么其中比较远的是位在太平国小 另外在玉泉公园这边也有一位都平安的降落 只可惜是说没有降落在凯达的正前方 但不管如何大家都为他们的表现跟这个能力喝彩了 主要这一次没有办法准确的降落在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上呢 真的是因为风太强了 刚刚提到了有6名队员都被吹到了这总统府以外的地区 那么其中有一名也就是最特别的唯一的一位女神龙 她在降落的时候还不小心扭伤了她的脚踝 幸好伤势没有大碍 而她说这一次的任务虽然有遗憾但是很刺激 既成员一名从空中缓缓下降 不过这里的场景不是总统府 而是台北车站附近的客运站 抱着降落伞快步的离开 民众看到三名队员兴奋的狂拍照 不过降落失误的还有别人 一张张的照片是民众亲眼目睹拍下 两名调到台北市太平国小的队员 其中一名女神龙在着陆的时候脚踝轻微扭伤 还好伤势没有大碍 另外也有神龙小组在跳伞的时候 风势太大不稳定 被吹到了台北信玉泉公园里 民众看了也全都吓了一大跳 这次的跳伞表演好几个人被吹散 一个跑到公园 两个跑到国小 转运站有三个 除了一个人缴受伤 其他的都还算是安全降落 在长风之下 神龙小组还能及时应变 尽管偏离着陆点 不过这场国庆压轴秀 也算是圆满落幕